梁白开,我今天听我朋友说 你弟梁吴德在市里买了一套房 还是全款付的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你听谁说的 这个八成是谣言 我弟要是买房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 再说了,城里的房子多贵呀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呢 可是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还说他买的是高档小区 整整三百万呢 要不然你打个电话回去问一下我婆婆 是真是假一目了然 别白费那个劲了 这事要是真的 我妈早就跟我说了 何必藏着叶着呢 我觉得你还是问一下吧 就当是平时的闲聊 这也没什么吧 梁白开听闻子役 马上拨通母亲的电话 妈,我听说梁吴德今年在外面 混得风生水起 还全款买了一套房 这是你知道吗 梁白开,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我正想着找个时间 告诉你这个喜事呢 毕竟你工作那么忙 我也不敢随意打电话 原来是真的呀 人家说他是三百万全款买的 他怎么突然那么有钱呢 据我所知 梁吴德的工资一个月还不到两千 他该不会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吧 其实也就花了二百五 你弟那人爱面子 非得在外面说成三百万 不过你放心 这钱来路明确 现在你弟家都住新房了 你说是不是可喜可贺呀 这确实是件高兴的事 可我还是不明白 梁吴德是哪来那么多钱呢 是这样的 咱们老家的房子拆迁了 总的赔了三百八十万 你也知道 我和你爸没什么文化 所以拆迁的事都是你弟办的 那个钱也直接打给他了 后来你弟媳说想要买房 所以就把钱用了 照你这么说 那应该还有一百万吧 谁知道呢 你弟媳哭着说 他们欠了很多外债 你弟又要买新车 所以钱都被他们花了 妈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呢 你不会是忘了我也是你儿子吧 你当然也是我儿子了 可你弟他们 过得比你们难呀 况且前一开始 就是打到他那边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花的 那现在呢 这事就这么过了吗 不然呢 反正他是你亲弟弟 我想你也不会计较的吧 你们太偏心了 从小到大 你们只看到梁吴德的难处 只会替他着想 我和小雪结婚几年 一直在外面租房 每个月还要省一千块 给你们当生活费 你和爸怎么就不懂我们的艰辛 你别急呀 原本我也想着你们俩兄弟 应该好好商量一下 这个钱怎么分 可是你弟媳 天天来给我又哭又闹的 还说要是不给他们买房 他就要离婚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照你这么说 谁会哭会闹就有理了吗 你就不担心我会难过吗 儿子 妈知道你一向会体贴我的难处 我也相信你自己有本事 将来你一定能过好的 我也是实在拗不过你弟和他媳妇 一个欠债 一个要买房 难道你让我眼睁睁的 看着你弟一家分离吗 而且你弟媳说了 要是他们的家庭破碎了 就我们老两口抱着钱过下半辈子 你说我于心何忍呢 也罢 看来梁无德一家以后会给你们养老送中了 那以后的生活费我就不打了 听母亲这么说 老大梁白开心里十分寒凉 他知道因为自己嘴笨 不懂讨父母的欢心 所以一向不受待见 而弟弟提前学习不好又会惹事 却是父母心中的宝 哪怕两人都成家后 老大每个月给钱 父母只觉得是应该拿的 而小儿子不但一分没给 反而经常啃老 父母却十分在意的 挂断电话后 梁白开把实际情况和妻子小雪说了一遍 老婆 我问清楚了 梁无德确实全款买了房 我就说吧 别人可不会无端制造你弟的谣言 只是他买房的钱是哪来的呢 他不仅买了房 还买了车 全是我父母给的钱 什么 你爸妈怎么可能这么有钱呢 不提也罢 老家的房子拆迁了 他们居然一个都没跟我说 难道就因为我们常年在外面打工 所以就要被忽视吗 实话跟你说吧 拆迁款总的三百八十万 我爸妈全部给我弟了 为什么 你不也是他们的孩子吗 不管怎么说 也要分一些吧 别想了 房子是他们盖的 他们的赔偿款 想给谁是他们的自由 我们无权过问 可这也太不公平了 我们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我每天为了节省一块钱 都要思量好久 每个月我们还定时 给二老一千块生活费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 那可是三百八十万呀 只怕我们一辈子都没挣那么多钱 现在只要他们分一小部分给我们 我们的生活也会好过很多呀 是啊 只要他们分一点给我们 你和女儿的生活就会好过一点 这简直太让人气愤了 真不知道我们每个月省吃俭用 给他们一千块是做什么的 上次女儿看中一条裙子要四十块 我都不舍得买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们了 原本我也希望我妈能给我留一点 哪怕是首付的二十万 这样我们以后就不用租房子了 只可惜人家根本没考虑过我们 还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世界第一好 你也别难过了 说到底 钱是他们的 他们想全部给小儿子 咱们也没办法 不过以后我每个月 是不会再给他们生活费了 我宁愿把一千块都花在女儿身上 你觉得呢 我同意 不仅如此 以后我爸妈的养老问题 我们也不用操心了 毕竟这么大一笔钱 给了梁吴德他们 应该会照顾好二老的 我想我爸妈以后 也会过上一时无忧的生活了 这样也好 哪怕将来要是生病了去住院 也应该是你弟弟全部负责了 如此说来 我心里总算是平衡了 以后我们就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相信未来也不会比别人差 老婆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我还以为你会回去大闹一场 大可不必 你父母偏心 小叔子一家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早已习惯不去计较 再说了 你以为凭我们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回去闹有用吗 说不定到头来还要挨一顿骂 被指责无意不孝 你能这样想太好了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有你在身边 我想我们也能买上一套自己的房子 五年之后 夫妻好不容易也在城里 按揭了一套房 可是突然有一天 老母亲打电话来说 父亲被车给撞飞了 司机也逃走了 被送去医院 老母亲一边哭一边说 手术费需要十万 加上日后康复和生活 至少要准备二十万 面对突如其来的请求 梁白开夫妇俩又该怎么做呢 老婆我妈刚刚打电话告诉我 我父亲出车祸住院了 需要动手术 要我们准备二十万给他们 你爸怎么会被撞得那么严重呢 我们刚刚买了房 家里拿出一万块都是困难的 怎么可能拿二十万出来呢 再说了 他们有事应该找梁吴德呀 这个时候就应该是你弟挑起大梁的 我也是这么跟我妈说的 可她哭哭啼啼的 我们电话里也讲不清楚 我看我们还是赶紧先去医院看一下吧 这个钱的事情还得是梁吴德负责 对我们先去看一下 钱的事情帮不上 出点力还是可以的 就这样夫妻俩 风风火火的赶到了医院 可接下来母亲的做法 却让两人彻底心凉 喂完待续 下集更精彩